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现在挑选半导的情势还是很紧张 那么很多的局势显示说 北朝鲜有可能进行第五次的核四报 而这次北朝鲜的外交部长李竹庸 到了美国参加气候变现会议的时候 他就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 他说要我们不进行第五次核四报 可以的 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美韩不能够再进行联合军演 我们要问为什么北韩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呢 难道说是这一次美韩的联合军演 给他们压力太大吗 还有美国跟南韩会因此愿意做条件交换吗 今天多位来宾 自信的媒体演欢迎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自信的媒体演胡孝成 大家好 国际情侵指南赖月谦 主持人好 客战朋友 大家好 医治指南邱建一 文腰好 大家好 美体公文者康仁俊 文腰好 大家好 北朝鲜要求条件交换 北朝鲜外交部长李舒庸 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接受美联社专访 他说欢迎国际人权组织 进入北朝鲜视察 但风险得自己负责 还说要北朝鲜停止核四报 可以但有前提 李舒庸料下狠话表示 如果国际一位平壤 当局会受制余制采纳 真是大错特错 这是李舒庸 头一次接受西方媒体访问 他提议美韩停止演习几年 全世界可能会有新机会 但美国认为年度军演是展现对盟军的承诺 南韩外交部则认为李舒庸的提议很荒诞 美韩军演和核时报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就在李舒庸受访几小时前 北朝鲜再次踩到联合国安理会的红线 北朝鲜从闲境南道的新府市 利用新府级潜艇往东北方海域 发射一枚前射弹道导弹 今年都还没过一半 凭让当局就宣称发射轻弹 人工卫星成功研发微型核弹头 以及多次试射导弹 5月份将举行36年来 省入劳动党代表大会 为了巩固权力金正恩政府的军事行动 恐怕有增无减 两个月的美韩联合军演 其实到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是不是说因为这个礼拜 最后面美国跟男孩会使出大绝招 大绝招使出来之后 北韩就怕了 怕了之后就说 好 如果你要我停止这个核细胞的话 就用这个方式来暂时停止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目前的 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了 他没有大绝招使出来 第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开始 进行国内的政治动员 所谓的没有进行国内的政治动员 意思就是说 美国还没有准备要打仗 因为你要打仗的话 虽然是军事情动 可是你要有政治动员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也就是我们也看到了 那个北韩 也把他的这个多管火箭道 往这个边界线 就是非交战区的这个边界线 往那边牵了 大概有300多具 每一具大概 每一管 每一具的火箭弹 大概都是26到40几枚左右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 大概有几千枚 所以他把往这边打的话 而且目前的估计 他可以打到40公里 也就是说 可以打到这个经济道 也可以打到首尔 那还有就是200公里的 这个火箭弹 如果再往前推的话 那是一定可以打到首尔 这样的情形下是 是不是两边已经准备要交战 但目前还没有看出这样的一个要交战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动员的跡象 但是朝鲜就是北韩 他把他的军事动作做得更大一点的时候 那你就会给美国跟韩国的压力是越来越升高 可是他一方面在升高你的压力 对抗的过程中的时候 他一方面在施展外交 他一方面在施展外交的时候 他同时又在升高另外一股压力 也就是说当他的李朱雍就是朝鲜的外向 他们的外交部长到联合国参加永续会议的时候 特别接受美联社的专访 那接受美联社的专访的时候 他就说 如果你美国跟韩国停止军事演习 那我就会停止核四报 那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 间接承认他们即将要进行核四报 这个才是重点 等于是我间接承认我即将要进行核四报了 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我停止核四报 那你就必须要停止你的军事演习 那如果美国停止军事演习 金正恩他在他的国内的定位 我赢了 我赢了 你看你看我已经让 他听我的了 对让美韩已经停止军演了 却步了 那对美韩来讲的话 他们就不可能答应 那美国的总统欧巴马在 现在在德国访问的时候 马上就被这个问题问到了 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停止 要不要停止军演 那欧巴马就说我不可能停止军演 因为如果我停止军演 然后他这次核四报 下一次他又继续进行核四报 那我怎么办 你也只挂不住啊 所以他就说除非你把这个 你的核设施都封存 然后你都证明你都 这个核设施都封存了 我才会停止军演 好那你看那就是 机身诞诞生机的关系了 这样的情形下那所以北韩他就说 好那你既然你不答应停止军演 所以我就有正当的理由 来继续进行我的核四报 因为我已经要跟你外交谈判了嘛 那你不愿意跟我谈判 那我就要进行我的核四报 在这个同时 就在这样的一个接受专访的同时 他们又试射了浅射的这个飞弹 浅射的飞弹这个问题是比较大 为什么因为如果就韩国来说它是酸葡萄 他一定会说这个浅射是不怎么成功的 说什么不会飞很远啊 说只飞了30公里 他说标准你也至少要飞到300公里 说效果不好啦 但是没有我们的观点不在这里 我们的观点是因为他这次用的是2000吨的 2000吨的核潜艇 2000吨的核潜艇而且是下升到最低限度的时候 他在那个地方用空气的压力把他的这个核弹 把他的这个导弹浅射导弹把它挤出去 就是弹出来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他成功的弹出来 然后在离开水面以后成功的点燃 然后进行飞行的姿态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代表 他已经成功的能够用气压的方式 把他的浅舰 把这样的一个浅射的飞弹 从海底中把它丢出来 那他这次飞30公里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在测试的是他的浅射的推进器 以及空中的点燃引擎 不一样的技术的意思 那对 这是不一样的技术 那这表示这两项都成功了 接着他要计算的那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要让他飞300公里 就不要浅那么深 不是 我如果要他飞300公里 我的气压我要再加几磅进去 那是一个计算的问题而已 所以如果他这一次 而且他已经可以成功的离开水面以后点燃 所以他下次他在做的时候也一样可以点燃的话 那就表示他再下次他可能可以飞300 飞到500公里 那接着我们就问的就是他的弹头 如果他弹头装的是核弹头 那你想想看 一艘浅舰舰 如果能够飞300公里以上 然后又是核弹头 然后你浅舰又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容易找 美国人虽然会说我有很多的这种反潜机 可是反潜机要去真的找到一艘浅舰没有那么容易 这样的情形下你去拦截他的可能性就一直往下降 机会不搭 拦截他的可能性往下降的时候 对日本的国家安全 对韩国的国家安全 甚至对美国来讲他的威责力就越来越高 那威责力越来越高的情况 那你想想看 对于朝鲜这样子一个突破 那么对于美国也好 对韩国也好 他们当然内心有很大的压力 那所以北韩就一方面在军事技术上在突破 二方面在进行这个核四报 这个核四报如果又成功 那表示他又往这个小型化又走了一大步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请问一下你美国从这个制裁加强制裁加强制裁 到现在你的效果不脏 因为你本来做军事演习 扩大军事演习 加强军事制裁 你的目的是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压力 军事压力 经济压力 然后你害怕了 然后你害怕了以后你就停止 但是现在问题是 他非但不害怕 他也非但不停止 他还加速 他还加速在做更多的核四报 然后再做更多的 那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 然后再做更多的这个浅舰的试射 那等于是你做了这些动作 全部没有产生效果 可是两边都不愿意输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美国就必须要改弦更张 也就是说他原来的方法 事实上是没用的 没用的那你是不是赶快要尽快的 来恢复这个六方会谈 也就是用外交谈判的方法 大家坐下来谈 看怎么样能够让你朝鲜 不要再发展 那对于朝鲜来说的话 其实他因为 他很清楚的记得 2003年美国去侵略 伊拉克的时候 就是因为伊拉克没有核子武器 他也很清楚知道 2011年美国人去攻打利比亚的时候 就是因为利比亚的格达费没有核子武器 也就是朝鲜很清楚知道 这两个国家都被美国人攻打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核子武器 所以美国人才敢攻打他 两位表现说我是自卫 那他现在有核子武器了 所以你美国人只会摆持他 他还不敢攻打我 那就表示证明了金正恩的理论是正确的 那既然证明金正恩的理论是正确的 那你美国还能够用这种微核的方法 来要你说你不要做核子武器吗 可是我们都知道 如果朝鲜一旦成功的把核子武器小型化 然后载具也突破了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整个东北亚的局势的安全 是很大的威胁 例如说对日本的安全 对韩国的安全 那么如果一旦爆发冲突 或是他往南打要打关岛 结果不小心落到我们台湾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也要加强这种拦截系统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朝鲜发展核子武器 对我们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家 都产生威胁 那当然我们要求要尽快的让朝鲜不要有核子武器 可是对他来说 你要怎么样给我一个安全承诺 你美国人要怎么给我安全承诺 你是不是要在全世界公布 宣告说我永远不会去武力攻击你 而且你的宣告要有背书 如果你美国人不肯做这个事的话 朝鲜会害怕 你哪一天又像打这个 打伊拉克 打利比亚 打利比亚一样 那他朝鲜金正恩哪一天就被你打死了 他才不愿意干了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美国攻打伊拉克 攻打利比亚 他的后遗症到今天 造成我们东北亚局势的不安定 朝鲜半导情势要带您继续看下去 换个议题来看有一些新的军武 好霸气的军武 这个战斗民族俄罗斯推出这个防暴衣 这个防暴衣拿真的人来进行这个实验 我们看到这个人这样走在那个 很多的武器这样打里面 穿那个防暴衣 真的像是如入无人之境 好威 这个是俄罗斯所推出的一个影片 因为他的这个副总理 兼国防工业的负责人 叫做罗戈金 他最近在这个网路上面 推出了一个影片 告诉大家讲说我们俄罗斯的战事好棒棒 最重要是我们研发的防暴衣 特别厉害 有看到吗 这个画面上的这一位勇者 我们有勇者来称呼他 他不断的昂首阔步向前行 但是他旁边你有沒有看到 就连他的身前有这个火药爆炸 直接你有沒有看到 就在他的脸的正前方 旁边一点点这样爆炸 整个衣服都黑了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这个人 完完全全没有闪避 这个没有简介的问题 而且你看他继续昂首阔步向前行 有没有看到 连闪都不闪 这实在是太强大了 你知道 结果这个俄罗戈金 他就讲说 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一个未来战事 你知道他身上所穿的这个防暴衣 就是我们俄罗斯最新的作品 火烧也没事 连火烧都没有事 但是他整个都黑掉了 衣服你看 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到 是全白色的 现在经过这么多炮火的洗礼之后 他终于变成了黑色 但是里面的英勇战士虽然没有端着枪 还是继续往前走 结果现在把头盗给拿下来 结果 给你看一下这个未来战士到底 天啊 居然是个妹 你知道吧 还是个这个孝诚哥最爱的正妹 好像电影情节 没有错 结果这个罗戈金他就出来讲 他说你看 虽然这个妹 他的脸都黑黑的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俄罗斯的产品这么的好棒棒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的女战士都这么强大了 更何况是我们男生的话 那应该是更厉害的 如果跑得快的话 应该就更没事 大家听完我们刚介绍这个 一定觉得这影片稍微 你真小 你知道吗 那个爆炸难道没有这个 所谓的冲击波吗 对啊 你居然看到他整个人 就在他跟前这个位置 可是他说他是防暴衣啊 防暴衣归防暴衣啊 就算人没有受伤 你在画面上面看一下 那个爆炸点 几乎就在他的脚边 他完完全全 所以我才问你 有没有剪接的问题啊 那就让大家去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像是这个 你会丢乃凶 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对了啦 有没有乃凶我不太知道 但很多人就质疑说 这影片可能有造假的信 对嘛我也觉得 感觉上像是在拍这个 广告片 你认为呢 反正现在戴着头盔 谁也不知道谁在里面嘛 所以到底是不是女战士 不知道啊 他稍微还顿地了一下 那问题是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 千万不要乱学 因为我也觉得 这影片有点问题你知道 这个是俄罗斯讲说 我们的这个防暴衣 我们的这个防暴衣很厉害 是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 防弹头盔看一下画面 防犯头盔 一个人呢直接戴着头盔 直接都 你说枪从他头上打 就直接对着他的头 就打过去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一般在做这个 防弹头盔的测试或什么的 事实上应该 拿一个木桩或什么 直接对着他打 怎么可以用整整来上场呢 那结果不是 你刚看到那个影片 是他直接人戴在头上 先看一下这是正常的 而且光那个打过去之后 你看那个头盔 因为他其实受到撞击力就直接打 没有想到这两个人说测试头盔 你看直接用人 就这样直接打过去 我觉得好像有点眼 我觉得还有点假呢 你看他的弹着点在什么地方 在哪 你看他弹着点在什么地方 在哪找不到 就找不到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测试的人讲说 我跟你讲 我们这是军规级的防弹头盔 但是 就是说实话 反正头盔真的要测试 也不是这种测试法 对不对 你反正 因为他其实拿了这个手枪 那你直接贯穿的话 其实任何一个头盔 都没有办法抵挡 所谓正面的这个功能 最夸张的就是 事实上再怎么厉害的东西 也没有办法用这样打 你如果真的打偏了 或什么的 那是人命 你看到这个人 直接就拿着一个头盔 在头上 身上没有任何的防护的 这个所谓的装备 拿着枪就这样打过 你不觉得他的反作用力有点假 你刚刚画面上面看一下 那个头盔中弹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再看看他这个中弹的时候 那个人稍微有点往后仰一下 说真的 搞不好打的是水枪 或者是BB弹 那个看起来就比较像 但是如果只能拿这样影片出来作假 所以我讲实话 俄罗斯战斗民族这个东西 难怪长期被人家讲说 好像都演很大 在11年前彰化大牌裸斯的命案 终于侦破了 11年之后 怎么破案的呢 因为死者来托梦 如果你去过一中商街的话 会发现那个大厂包小厂声音 非常非常还要排队 而且好几摊了 没有想到他因为三角恋情 痛下杀手啊 对 没错 事实上天网飞飞 书而不漏 这个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那么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2005年的时候 这个罗姓女子呢 跟他的这个同居人也就是这个 这个台中一中商圈这个香肠王啊 这个沈连旺 如果再过一中商圈就知道 他的摊位其实生意还不错 排了蛮多人的 那么他们同居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呢 这个罗爱真呢 这个罗姓中国的外配呢 他们因为后来离婚同居在一起 然后一起卖香肠 那么大家印象很深刻等等 那么后来呢 因为他本来所雇佣的一个 印尼籍的谢姓女子呢 本来这是他的员工 后来进一步呢 这个沈连旺呢 又跟对方同居在一起 所以三角恋爱了 劈腿就对了 一个印尼一个中国 对 没有错 然后常常吵架 常常吵架 这样子 那么有一天呢 到后来啊 这个罗姓女子就不见了 那不见了以后呢 2005年的时候呢 确实在彰化大牌这个地方呢 有找到一具赤裸的一个女尸 那么当时啊 因为这个赤裸的女尸被发现的时候 她的腐烂非常的严重 所以当时去验 包括验尸就是 我们著名的法医高大成 高法医啊 那么他说啊 整个烂到腐烂的程度到 本来都是要采取这个指纹 对不对 没有 已经烂到 没有办法采取指纹了 哇 没有办法以后 那应该有采相关的这个检体啊 做DNA比对啊 留待以后可以作为指认 那当时呢 初步检验没有外伤 那么也是生前落水 那生前落水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自杀巡短 第二是有可能是人家推下去的 或是把迷分给丢下去的等等啊 那么就先把它用土葬的方式 我们对于无名师啊 通常都是用土葬的方式 先把这个遗体呢 放在殡仪馆 兵柜里面 然后公告 以前可以公告到 一年八个月 现在缩短到 有时候到六个月 公告没有人的话呢 没有人来这个招领的话 就把他先把兵在这个 先把他葬在这个 土葬公墓里面 等候万一有朝一日呢 可以重新的 这个等于说 开关就对了 那么这个案子一直 其实一般的无名师的手续就是这样 彰化大牌的这个女裸斯 因为她是裸斯 也没有任何的证件 没有任何的身份 所以她就被当做无名师 这样处理了 那么可是啊 她有个好朋友 叫做阿玉 那么所以呢 有时候好朋友的一些 第六感是很重要的 这个阿玉呢 她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她这个罗姓 那个好友呢 就这样人间蒸发 就不见了 照理来讲 你就算要回中国 你也跟她联络啊 你会继续来台湾啊 阿玉在中国啊 对 那因为她自己本身是 因为她这个罗姓女子呢 还跟前夫生了两个孩子 那没有道理 你就不来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啊 就这样人间蒸发不见了 所以到去年呢 去年啊 这个阿玉呢 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 到了桃园去问一家公庙 要问自己的感情事情嘛 顺便连带问 这个罗姓女子的 这个等于说夏洛知道吗 她想说问神明就知道了嘛 结果没想到 这个神明附身在姬童的身上呢 竟然讲出说 她早就在2005年 10年前就死了 而且就死在彰化大牌 所以就这样讲 你弟弟就讲出来 他讲了要对 就吓了一大跳 你知道吗 吓了一大跳 可是问题是 神明附身在姬童所讲的事情 不能作为成堂圣共啊 你知道吗 所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不知道 所以她后来呢 又跑到云林的一间包公庙 当然到的时间很晚了 已经深夜了 包公庙已经关起来了 那么她跟她的男朋友就想说 要不然我们就在这里稍等一下好了 在包公庙的外面等到天亮 然后开了以后呢 我们就进去问包公 为什么会问包公呢 因为包公啊 日审阳夜审阴 其实包公就是炎罗王的化身 那包公再加上我们的 所谓的张龙照虎南侠展昭嘛 所以就是正义的化身 就没想到说 这个叫阿玉的这个朋友呢 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竟然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罗姓女子 看不太清楚的一团白雾就对了 哭诉说她是被她的这个同居的男友给杀害 丢弃在这个彰化大牌 有两个都一样 两个一样以后 结果她在这个台中呢 她又去台中一间公庙 要等于说又要重新再验证 问第三间是不是 第三间喔 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她跟人家聊天 在聊天的时候 被台中这个一个分局的侦察佐 这是我们俗称的刑警 听到了 这个曾张作本身呢 对宗教就蛮投入的 就她听到了以后认为说 不会吧 真的那么邪门吗 然后呢她就去了解 查了以后 不查就算一查以后发现 十年前确实在彰化 有这么一个裸体无名女尸案 而且现在已经下葬了 连身份都不知道 那很简单 那就是办 就去查嘛 那之所以要找来她前夫 跟她的孩子的原因 是因为 孩子每一个儿子 每个孩子的身体里面 有一半的DNA 是爸爸的 有一半的DNA 是妈妈的 尤其妈妈相关立腺体DNA等等 那么一查 因为我们一般的DNA 很容易因为腐败就破坏掉 但是母系社会 这边的立腺体DNA 它的可供检验度 是它只要有一般DNA的百分之一 就可以检验的 这样子啊 对没有错 所以呢最有名的就是 那个日月潭的母女三个人 都被分撕的那个案子 就是验这个 因为她们尸体都败坏了嘛 腐败了 就用立腺体DNA 验出来是妈妈跟妈妈有关系 所以后来就用这样查出来 死者确实是罗姓女子 好 重点来了 已经知道死者的身份了 对不对 她怎么死的 现在必须要知道 是她是怎么死的 谁杀她的 那么如果刚刚根据 刚刚所铺陈的 那个所谓的神明说 神明说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跟她的前同居人有关系 神明也说她前书啊 就是我们这个省姓的这个 等于说香肠王的这个老板 那可是你必须要去证实啊 你知道吗 就后来呢 所以警方其实跟我们记者 扮演的角色很差不多 必须去查访 到处去查访 一方面查访 一方面收集证据等等 所以后来 问到了这个 关键性的几个证人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 把这个沈老板那个 约来了以后呢 当然你必须要问他一些问题嘛 因为目前为止浮出来的 最靠近嫌疑犯的就是他 我们说最靠近嫌疑犯就是他 然后呢 沈老板说不是他杀了 他说他跟他吵架了以后呢 当年他就离家出租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一推256 那就说你没有 因为他吃定你应该没有证据嘛 等等啊 好那你会不会接受测谎 我跟各位说 测谎不能作为我们判刑的唯一依据 也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但他可以作为辅助的 等于说间接证据 他接受吗 他接受 他愿意 他要挑战测谎 他没过 没过要在关键的时候 就是告诉大家很简单 你跟他的死 跟司中有关系 是啊 然后为什么说有一些证人呢 因为包括 我刚刚不是说 他其实还有跟一个印尼籍的 本来的女员工 后来在一起 三角恋 对 其实后来这个谢姓的印尼的 等于说 女员工有出来说 那么那时候三角恋的时候 闹得非常的凶 那么罗姓女老板娘 为了这个常跟他吵架 常跟老板吵架 然后呢 有一天突然间 罗姓女老板娘就不见了 那当然大家看到那个画面 那个影带的画面是什么呢 那个新闻是发生在去年 去年就是这个沈老板把这个 因为谢姓女子 这个印尼的这个谢姓女子 他想要离开他 因为他有家暴的一个牵象嘛 结果没想到呢 就被他把他打到头部破裂 然后头部破裂受伤 两个手都断掉了 还把他关在大型冰箱 查进他没命 所以那时候用重伤害罪来办他 他也因为这样逃离了这个台中地区就对了 所以他后来在警方去等于说做笔录 然后包括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都把过瘾隐藏在心目中的 11年的故事终于讲出来了 他说在他生了一个孩子 他有跟这个沈老板生了一个儿子孩子 生了个第三个月 他印象中很深刻 第三个月的时候某一天 这个老板突然间半夜的时候找他出去 然后搭上车 他坐在这个乘客座上去以后 忽然发现说 后座有个人你知道吗 然后其实就是罗姓老板娘 女老板娘全身赤裸被棉被包着 那当时他有问 问这个沈老板说他到底怎样 这什么东西 对 沈老板说他就是谁 喝醉了 你不要管 喝醉了 把他包起来 就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车子开到了彰化 然后呢 后来这个老板的沈老板 就把这个包着棉被的 全身赤裸的这个罗姓老板娘 带出去 他说他都不敢问 因为一问就被打 你知道吗 所以呢这个谢姓老板 他有看到 但他不敢问 也不敢特别回去看 丢在哪里 没多久回来以后呢 他还真的后来忍不住 问了一下真的被打 所以后来呢 就不敢问 然后后来啊 每次只要提到这件事情 就被恐吓说 我杀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就这样恐吓了 必要的时候 连你的孩子都杀 因为他们有生孩子嘛 还有跟之前 之前的那个有生孩子 两个都有 所以他很害怕 一直到去年发生这个 严重的暴力家暴事件了 以后呢 他脱离了以后 他终于在这个时候 加上阿玉 那么他去问神 发生了很多灵异的事情嘛 但这样警方很认真的 来台中警方去办这个案子嘛 终于使这个案子 能够浮上台面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也是巧合 为什么 吴明斯通常不会 被当做一回事 你知道吗 没想到当时 这个等于说 吴明斯办理他的 整个验尸过程的 这个分局呢 他曾经经过搬迁 你要知道 经过搬迁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老档案 可能会丢掉 可能会不见 也许 两次的 经过一次的搬迁 跟另外一次的这个 等于发生一些天灾的方式呢 没想到他的党案竟然都还留着 所以到后来 还可以去开关 然后因为这样子呢 还终于能够水落石出 不过因为缺乏直接证据 因为也没有衣服 也没有凶刀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墓罪是个解释 为什么先把它用 十万块 然后把它用 杀人罪嫌移送 所以警方 还是必须补强 更多的直接证据 另外这个凶案 他也是非常残忌 我们来看到 这个凶险 他本身是做羊肉炉的 他杀了人之后 怎么弄你知道吗 杀了人之后 说把他的头跟身体分开 然后把身体剁一剁 去煮羊肉炉 还给他的客人吃 老天爷啊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民国81年 当时台北县的警方 是在侦办一个 就天中东李登辉的一个律师 杨思琴的大哥 叫杨思东的命案 因为要侦办这个命案的时候 前后曾经有三次 就是到了瑞芳基隆这个山区 有我们讲的北部边海公路 这个地方进行搜索 那其中有一次在搜索的时候 就在北冰的 知名的一个叫蝙蝠洞 但所有的基隆人都知道 蝙蝠洞那个地方 很有名的 去蝙蝠洞那个地方 就发现到什么 在里面的时候 发现到一个臀部 还有一个大腿连着 蝙蝠洞 大腿 就是有头跟所谓骨头 那这一定分尸案 那这分尸案 那发现到的时候 因为那个尸体已经有点 半腿连着也没有所谓 其他的身份的一个证明 所以当时第一个想象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所谓的杨思东 这个是他的一个大体降 可是问题是 杨思东在这个命案里面的时候 他本人并没有被分尸 那再加上他验的这个DNA之后 发觉这个也不是杨思东的 这个遗体里面的这个部分 那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死者是谁呢 那因为查不到身份之后 所以那个后来 后来那个台北县警方就把这个 事情当无名师 就放在那个瑞芳的一个 第七号公墓里面去 就把他给安葬了 这安葬之后呢 这事情过了就七年 过七年当时 他基本上是有一个 争议队的一个消息的援警 那时候他之前的时候 在那个欺读 就是任职嘛 他那边当时也结交了不少朋友 有一个朋友呢 有一天他在外面 在办案的时候 结果这个朋友打钥给他 他说我跟你说 我知道一个分尸案 你要不要办 我跟你讲 有那个好案子可以办 不乱爆料 结果这个援警都在听 就说对方好像听起来 感觉起来有点喝酒 喝醉了 喝醉了 就跟他讲 好了我知道了 就敷衍他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你等我回分局之后 有没有 我们再来办这个 再办这个事情这样 结果的援警 当时电话一挂断 我就想说 那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他还是跟这个 这个所谓的宪明 就这些朋友就在联络 这朋友就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线索 就是那个时候 有一个姓王的 王金兰 就是人在 已经在家 在苗栗了 在苗栗那边 他讲说他知道 他知道这个有一个 这个当时在百福社区 就七堵百福社区 那边有一个 一个分尸案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你去找他 找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到苗栗去之后 就找到王金兰 就王金兰一看警察来的时候 有没有 顿时有没有 就松了一口气 而且嚎啕大哭 为什么 他讲他过去的时候 就跟一个姓张的 就是一个专门做羊肉炉的 然后同居 那男女朋友这样 那在整个那个过程中的时候 这个姓张的老板 就不断的就是对这个王金兰 就有家暴的状态 甚至包括有没有 那时候为了要胁迫他 还曾经硬生把牙拔下来 真的有多恐怖 后来是因为不堪被淋虐 后来之后就跑了 就跑到了那个苗栗去 而且他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那个时候在百物社区 他们在开一个羊肉炉 那时候叫阿兰火锅店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叫文烟的 一个男的 然后呢 因为酒后发生冲突之后 这老板就把他给杀了之后 还把他分尸 他都知道啊 这个 因为他那个王金兰讲说 他当时的时候 整个案发过程他仍在现场 他看了整个过程这样 那时候警察想说 有没有可能是在乱扯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发觉到王金兰 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 就是写的那个 就是目不是钉这样 可是问题他又讲到整个过程 栩栩如生 他想有没有可能就是 真的是有这个命案发生 那怎么查 但因为不知道这个文烟是谁 那你总要去大概去问一下 去问一下 他只知道说这个文烟过去的时候 是那个专门在班人家 就是修那些冷气 一些小家电 这样子的一个维生 而且好像住的那个地方 好像是在基隆巴德鲁 那警察就想说 好吧 那我们就去查看看 当时警察的时候就去那边查 警方一查的时候 一开始就问整个巴德鲁 有点像是爱家爱户的问 地毯是 问了半天之后 他又问不到这个文烟 这个人的时候 那时候警方有点 有点就觉得丧气 那其中的话 他们有个援警就说 好像我们有问了那么久 大家都脆脆口渴了 然后顺便他也要买烟 这样 就到了一个干妈店 就去买烟 买饮料 在买的时候 过程他突然间就想一想 搞不好这个老板娘 认识一个叫文烟的 这样的一个男的 他问说 你敢有学生的 叫文烟 这样子的一个男生 就那个 那个老板娘突然间认了一下 他说 你问这个人要干什么 这个人已经很久 七八年都不在这边了 他说 那这个文烟姓什么 他说好像是姓李 但叫李什么 我不知道 但他有个姐姐 在那个冷冻厂那边做会计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那警方一听到 我知道文烟的这样子的 一个政治身份之后 马上立马就 开车有没有到那个冷冻厂 找到这个 这个姐姐 原来就 才搞清楚说 原来这个文烟 叫什么名字 叫李俊雄 差那么多 叫李俊雄 哪有差那么多 他本名就是这样子 不等于叫文烟 文烟是绰号 那他叫李俊雄 那好 那李俊雄的话 他也问姐姐 然后也问妈妈 那李俊雄文烟到哪里去了 他说我们已经好几年 都没有再看到了 这个就很妙了 你儿子不见了 弟弟不见了 那么多年怎么会 彼此关心没有很好 也不去关心一下 或者这么就是 跟警方那边讲一下这样 原来是因为这个文烟 当时的时候 他有点拘无定所 这下子这样一看 人找到疑似 而且之后的话也 多拜找到 也验了整个那个 就跟他家属说验DNA 然后呢 就发现到 因为他们后来再查资料 查一查之后 发觉到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 当时这个尸块 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不用弄那尸块 是跟这个是有关联系 果然一查就查到 然后呢 最后发现到这个 李俊雄的一个机车 还摆在原来的案发的那个地方 这现在剩下什么 抓凶险 对不对 抓凶险 那抓凶险的话有没有 就当时的时候 也找到了当时 他开计人车的一个 这样子的凶险叫张霄翰 他呢被抓到的时候呢 结果一开始还极力否认 后来警方想说 好 没关系 你不认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 想办法就去那个现场 有没有采集激政 但已经事过七年了 结果在里面 根本就采不到任何东西嘛 就只能找到一个 一是一个像人骨的 这样一块的这个人骨 就在那边 那当然 当时警方也想说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也 有可能就破案了 那时候为了让那个张霄翰 他能够认罪 还去现场重建的现场 重建现场的时候 那时候张霄翰 一开始就要喊冤 后来等到被押到 那个现场去的时候 一看到原来那个 警方把还原到 原来的那个情况的时候 他发现到说 哎呦 你们怎么可以把 那个什么 当时我杀人 那整个过程现场 弄得这样子 那么逼真 他不知道阿兰讲了很多 对 他不知道阿兰讲了很多 对 他不知道阿兰讲了那么多 那时候一吓到心虚了 心虚之后 哑口无言 话都讲不出来这样 后来最后的时候 根据王介来的说法是说 这个张霄翰 为什么杀掉这个李俊雄 因为李俊雄那时候 就是为了要庆祝生日 带了女朋友去那边 然后喝到最后的时候 跟女朋友吵架 那女朋友呢 一气之后就跑了 跑了之后 然后呢这个李俊雄 他就开始就有点在发酒疯 那么一直在卤 因为死不肯走嘛 打烊了还是不走 后来之后呢 他这个 就在那边开始 又要酒喝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店面在一楼 地下室的时候 是他们在做 做整个的料理屠宰的 这样子的一个 像厨房 像是工作厂这样子 结果呢这个 这个李俊雄一下去的时候 正好就撞到了那个 王介来 两个人就把那边这样子 一撞 就撞滚下去 这一滚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 李俊雄还是这样 醉茫茫的 一摆摆下去 结果呢这个 王介来一掉下去 一摔倒下去之后 正好在那个 躺椅上睡觉 这个张相爱就被惊醒 一惊醒想说 你怎么动手 打我女朋友 火了之后就拿一个铁条 一夯 就把那个什么 李俊雄叫夯昏了这样 那照理讲 这个 因为那个铁条是空心的 你夯昏了 不见得一定会自能于死 问题在于 张相爱后来之后 居然拿刀 有没有 就把那个什么 李俊雄叫夯昏了 一刀一刀就把他给切了 他就把他给杀了之后 就来分解 那分解完之后 他把头啊 还有包括部分的尸块 有没有 就是带了 就包包有没有 就包走这样 那大家就在想说 那他把那个所谓的 那个头跟那个 整个大腿 有刚刚前面的臀部 跟大腿这个部分 他带走了 那尸体其下部分 到哪里去呢 根据王靖南说法是说 他隔着窗帘 看他整个杀人 分屍过程之后 而且呢 还把有没有 这个尸块 拿去当羊肉炉给煮了 当天有没有 来上门光顾的客人 全部就把他给客光了 那你觉得会不会很恶心 我听了蛮恶心的这样子 那问题是 张销然他否认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交代 就是说 他其他的尸块 到底跑到哪边去 最后的时候呢 就是他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的话 后来之后就定验了 但是问题有个问题来了 民国93年的时候 那时候高原在 审这个案子的时候 发现到在浴室面 我刚刚前面不是讲的 一个头骨吗 蝙蝠洞那个头骨 头骨的这个 不是 他的浴室下面的一个头骨 DNA居然跟 这个李俊雄的 这样子的一个 DNA是不符的 也就是说 这个案子里面 还多了一个人往前 又安慰案 问题是 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 至于这个案子 我认为应该变成悬案 换完话题 我们来看到考古 中国康熙他的关系 应该是很值钱吧 那么一直以来 在苏富比拍卖社会当中 也都创架很好的价钱 不过这一次这个 要拍卖的东西 好像没有创造出 那么好的天价 一个玉玺卖的三亿多 一个木坛 这个坛木做的 不过邱老师说 其实卖三亿多 这个价钱真的是逊 最起码是几亿跑不掉 对不对 理论上讲是这样 没有错了 不过呢 在开始讲这个康熙玉玺之前的话 先跟观众讲个概念 其实很多人认为说 皇帝印就一颗而已 对不对 其实告诉各位 皇帝的印章应该多少颗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天子 就是每一任的这个皇帝即位的时候的话 天子九喜 就是说他当上皇帝第一天 就搞了九颗印章出来了 所以几颗 九颗嘛 对不对 一登记就九颗啊 一登记就来个九颗这样子 包括什么天子之宝 皇帝之印啊 总的荒不浪淡总的九颗 那九颗够用吗 不太够用 还不够用 为什么 重大国家仪式的时候 颁发造出的时候 要祭天祭地的时候的话 你拿同一颗印章来盖的话 那多不成体统啊 对不对 那一颗一颗才好处理 那一颗就好了 不是啦 这个不服皇帝的面子嘛 对不对 皇帝基本上的话 祭天同一颗印章 祭地同一颗印章 就奉个什么妃子什么造出 也是同一颗印章 多逊 对不对 所以告诉各位 皇帝到底有几颗印章 告诉各位 其实就以乾隆皇帝来讲 他就一百多颗 就一百多颗 那这个印章呢 基本上可能随着这个皇帝的使用 这些场合的不一样 所以他可能做不同的印章 而这一次拍卖的这一个 这一个是康熙皇帝的印章之一 那这个印章呢 它的材质也蛮有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印章呢 它是用檀木做的 用这个檀香木去刻出来的 那上面的四个字的话 那更奇怪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既不是天子之印 也不是什么皇帝之宝之类的 它上面写的是 敬天秦明 这四个字 敬天秦明 那这个印章的话 其实这一次拍卖会里面的话 其实一开始遇过的时候 应该皇帝隐章嘛 对不对 少说有拍个十亿八亿这样子的 一般行情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后来 在正式开拍的时候的话 一千八百万港币起拍 就是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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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八千一百万港币的时候 就后继无力了 没有人要加价了 就没有人要加价了 所以最后的话 大概就以八千一百万港币 大概换台币的话 三点四亿台币 几分钟卖掉 就成交了 那这个速度很快 就是从开始起拍到 最后拍出去的话 几分钟搞定这样子的 那让大家全部跌破眼镜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印章 居然只拍了三点四亿这样子的 因为太多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很多人推特说 为什么说这一次的拍照价钱 这个不如预期 第一个 可能太多了 为什么呢 跟各位解释一下 一个皇帝搞不好一百多个印章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皇帝印章 流落在外呢 其实搞到在香港 这个苏不比拍卖这样子的 其实这跟八国邻居有点关系 为什么 因为清代皇帝的习惯是这样子的 这个上一任皇帝即位以后 下任皇帝就把上任皇帝的印章 全部封存 全部收到圆明园里面去收好这样子的 那像满清十几个皇帝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个皇帝一两百个印章 搞下以后的话 圆明园里面有个仓库里面堆满了印章 所以满满全是印章这样子的 八国邻居的时候 这个印章 就是一盒一盒 就被拿出来了 所以后来通通流落在外 这是为什么说我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面 啥玩意儿就有 就是皇帝印章没有 就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都在八国邻居的时候 被拿出去了 那过去的一项都有在拍卖 像去年的话 就卖了其中的印章嘛 对不对 之前还卖了这个顺制的印章 所以其实这个印章 一直有在卖 一直有在卖 那卖了这些印章里面的话 其实由于出现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颗两颗的话 或许价格还好谈这样子的 刚不说它是史上什么 最高级的文物有没有 需要说价钱很高 都炒作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讲说 它是史上最高等级的印章 这个前屋 炒作卖好价钱嘛 这东西不卖个十一八亿的话 对不起这个 结果没有 列祖列宗这样子的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卖了以后还这么低呢 告诉各位重点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印章流出去率多 第二个是其实这一颗顺天勤明的印章 敬天勤明的印章 其实并不是那一个 我们所认为的 那个天子九喜的其中一个 重点是这颗印章的话 也不算闲章了 那它有一个特别的使用场合了 各位报告说 这颗印章是用在皇帝在祭天的时候用的印章 拜拜的时候 拜拜的时候用的 那这个也不是只有康吉皇帝有 实际上历任皇帝都有一颗一样的印章 这样子的 那什么作用呢 在每一年春天的时候 这个皇帝要举行一个 这一个叫做春庚礼 什么叫春庚礼呢 身为皇帝 在这个每年春天的时候 要象征一下庚加田这样子的 让他看一下说 你看我也会庚田 皇后也是要这个支布的 那在这个春残礼 就是皇后进行这个支布 那皇帝的话 就庚和田这样做个样子 那这个所谓的庚完田 春庚完以后的话 他要到天坛 就是那个北京的天坛 他举行一个仪式叫祭天 这个仪式 那这个庚天坛说的话 他拿皇旨 拿皇旨的纸章 上面写的是这个什么 这个告禁告天帝 怎么样怎么样 这类的东西 然后再盖这个印章 这个这个 敬天其名印章 拍上去以后 最后这个皇旨写完以后 就骚扰皇旨 告天帝说 我是皇帝 我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印章 事实上并不算是所谓的 这个政治的印章 所以这也是 可能是为什么说 他拍卖下去不告原因 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说 康熙的爸爸是顺治 不过这是在北京 找到这个尸体 有没有可能 就真的是康熙的爸爸 听说这个尸体上面 当然就是一个干尸 身上穿的是龙袍 龙袍 应该是皇帝 才可以穿的吧 其实 这有这个很大的误解了 为什么呢 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这一个属的 这一个在北京石井山 挖出来这一个 穿的龙袍的干尸 这个龙袍 长这个样子 那虽然穿的龙袍 虽然不是龙袍 甚至是蟒袍才对 那这个蟒袍 穿在身上 那就在这个 206年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的石井山 在这个 在这个 不是考古挖掘出来了 它是这个施工后 不小心从土里挖出来了 那挖出来以后 它这个是一座干尸 装到一个棺木里面 那这个挖出来以后 大家都看傻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按照 这个棺木上面 这个棺头这个地方 棺头指的是 这棺木的 这个头的这个地方 头挡这个地方 它写了 写的是 这个什么 黄青 就是这个在清代 称为黄青 黄青的 什么那个 什么 那个告命 就是送给他 这个中宪大夫 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卓吾皇宫 所以我们知道 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说 这一个穿着 蟒袍的这个先生 这位先生 他的名字的话 叫做黄卓吾 然后他的官嫌 叫做中宪大夫 所以身份已经确定了 身份很确定 所以不是龙袍 只是蟒袍而已 真的蟒袍 而且最有趣的大家知道吗 如果去查那个清代 那个什么那个官制的话 中宪大夫了不起 四品官而已 四品官身上 居然穿了一个蟒袍 这很怪 为什么呢 因为蟒袍是一品官穿的 而且重点是 不只是一品官的问题而已 这位 这个中宪大夫 身上外面的罩袍 因为你知道 这个蟒袍外面还有个罩袍的 罩袍上面的 这个补服的这个图样的话 居然居然是麒麟 而麒麟的话 也是一品官的这个服饰 可是中宪大夫 我刚刚讲是四品官 四品官 只能穿过鸳鸯的这个补服而已 所以麒麟的罩袍 里面又在造了一个蟒袍 重点更有趣的是 这个蟒袍的这个旁边 他还放了一个龙袍 所以龙袍只是没穿在身上 可是龙袍已经当成帐品了 龙袍穿在身上 但是他还不是皇帝这样子 问题就说到这个地方了 因为如果按照 这个黄卓的身份来看的话 我刚刚讲了嘛 他上面比如说中宪大夫嘛 对不对 中宪大夫顶多是四品官而已 四品官总共穿过一品官的衣服 里面还穿了一个 属于亲王等级的蟒袍 还有龙袍 再加上属于皇帝的龙袍 只是他没有穿而已 对不对 而且刚好笑的是 这个黄卓的挖出来之后 他的头上的这个什么 那个法饰 就是那个头发的绑法 居然不是清代特有那个 绑贝人的玩意儿 那绑什么 他是明代的法饰的样子 所以先生 这个说法就很有趣了 所以很多人推测说 第一个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说法讲说 有可能啊 你看头上这个法饰 是明代的法饰 对不对 这个龙袍这个东西下葬 蟒袍下葬 所以他有可能是明代皇室 第一个推测 那第二个推测讲说 不对不对不对 他呢 这个由于这个是这样穿的衣服 有这个龙袍来看的话 蟒袍龙袍来看的话 有可能是 哪一个失踪已久的 顺治皇帝 这样子的 其实官头文字写得很清楚了嘛 对不对 他的官姓叫做 宗宪大夫 饰品官嘛 饰品官 他的这个名字叫做 黄卓吴 这个名字 就不是皇帝嘛 姓黄的不就就是皇帝嘛 对不对 也不能这样讲啊 所以其实重点是 他是谁 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 是要到这个谜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让他衣服这么混杂呢 有一种可能 有一种情况是 或许衣服的这个品质 超过他的官嫌 可能是属于某种正官性质 例如说他原本是饰品官 可是家政 像是皇马瓜一样 让他可以享受更大等待遇 或者还有可能性说 在清代初期的时候 由于当时在康熙皇帝的时代 当时呢 其实中国并没有这个大事的底定 战乱还是频繁的 所以当时呢 可能官制的混乱 导致这些官员们衣服乱穿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不管怎么样 大家不知道 重点是 请记得他的名字 就叫做黄作吴 他的这个官嫌 士兵官 他叫做中宪大夫 就是这样子而已 环保减碳更进一步了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太阳能飞机 已经可以还掉全世界 好消息耶 太阳能飞机能够环绕全世界 其实我觉得如果地球好 我们人类的生活品质才会好 不是吗 对 那这一次的这个挑战 说真的也是个创举你知道 因为过去我们对于飞机 大概都是要吃汽油柴油 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这一次完全都是用 所谓的太阳能 它飞成功了吗 它这算是成功了 事实上画面上所看到这个叫做 太阳麦动2号 它是由瑞射探险家叫做皮卡尔所驾驶 事实上它这个冒险的挑战 从去年3月它就开始了你知道 它从阿布达比这个地方出发 开始就说它要来挑战这个 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它也去了不少地方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它类似用跳岛这样的一个方式 中国大陆有些城市它也去过了 但问题是到了去年的时候 在7月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像太阳能这个东西 过去我们看到 你这个太阳能的电池 这些储备的能量 那是因为它不断的在飞飞飞的过程当中 去年7月发现到它有电池过热 基建上面产生一些问题 能量太多吗 对 也不是能量太多 也就是你不断的在这个所谓的 蓄电跟放电的过程当中 本来对于电池类的产品 我们用手机用什么 就开始会产生一些消耗 当机 对 开始有些这个状况来产生 而且你知道它这个 以它的这个飞机来讲 虽然你看起来说没有 它没有所谓的这个 用一般的传统的能源 可是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板 总共用了一万七千两百四十八片的 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在上面 对 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所以你从侧面看 看不出来 但它上面其实都是太阳能板的时候 那你一出现问题 太阳能板一出现问题 表示它里面没有办法除电 那没有办法除电 你怎么飞 那怎么办 休息一下 所以就停在夏威夷 整整停了将近有十个月之久 这么久 那这一次 对 那这一次它就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都修理好了之后 所以它就挑战从夏威夷一直飞 飞到了美国去 那所以你知道它后来到了这个 California之前 它还去飞过了所谓旧金山那个大桥 那飞过大桥的时候 它还不断的跟大家讲说 哇 我很厉害 我终于飞过这个大桥 对它来讲这点感动 为什么 这一段旅程事实上是被认为说 你如果要横跨太平洋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想它是用快跳岛的方式 不是一次完全的这个途头 但问题是这一大段的时间 五十几个小时都在海上 厉害的喔 这一个航程之所以被认为说 它充满危险的地方 在于是你中间没有中途岛的部分 可以降落 不能休息 所以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我今天发生这个 类似像我们刚刚讲说 你的太阳能板坏掉了 或者是你机械有故障的时候 你可能直接变成水上飞机 在水面滑翔 就它没有完完全全 这五十六个小时 靠着它飞机 就一个人 对 它就是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开心 在那个飞机上 还不能载人 对对对对 所以以这样来说 事实上也是